《西游记》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园之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据说师徒四人带着个女子来到镇海禅林寺中休息 师徒四人住在了小和尚的房间 而这女子呢 则在天王殿之中铺了个草席 安安静静地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 唐僧刚一起床 就感觉头昏脑胀 浑身疼痛难忍 在休养了两天之后 病情还是不见好转 唐僧自己想 这有可能是患上绝症了吧 于是他把孙悟空给叫来 让孙悟空把自己的遗书 快递给唐太宗李世民 让皇帝另外再派一个取经人 听完唐僧的话 孙悟空是哈哈大笑 我说 您可是如来佛祖的二徒弟金蝉子转世 这场病患 说不定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中的遗难 您挺一挺就过去了 等我给您打点水 您喝口水 安心养病 说不定就会痊愈了 说吧 孙悟空就拿着紫金钵鱼 去找和尚们打水去了 不过这孙悟空边打水边发现 当地的小和尚看他的眼神是有些不太顿 仔细逼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唐僧在镇海禅林寺中休养的这三天 已经有六个小和尚接连惨遭杀害 他们都怀疑这事跟孙悟空肯定有关系 天哪 在齐天大圣的眼皮子底下 竟然发生了这样伤天害理之事 孙悟空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了 当天晚上 他就变成了一个小和尚的样子 在佛殿之中敲着沐鱼 静静的等待着妖怪 果然 不一会儿的功夫 有一个女妖怪 从天而降 孙悟空见他呢 也不多话 当即献出原形 擒出金箍棒 那妖怪也是手持宝剑前来应战 两人就在黑夜之中激烈的厮杀起来 不多时 孙悟空便站进了上风 一棍子下去 就把这妖怪打了个粉碎 可定睛一看呢 原来这只是一只左脚的绣花鞋 不好 这一定是妖怪把绣花鞋当做替身 真身则去了别的地方干坏事去了 想到此处 孙悟空不禁是极被发凉 他赶紧来到师父的房间查看 一推门啊 看到的却是空空如也呀 哎 这个师父呀 又被妖怪给抓走了 正在孙大圣毫无头绪之时 当地的土地宫走了出来 交代了这个妖怪的底细 原来呀 在此地正南一千里远的地方 有一座陷空山 陷空山呢 有一个无底洞 而唐僧现在就被关押在无底洞中 正在被妖怪逼婚呢 听到这里啊 孙悟空急忙驾起金斗云 就来到了陷空山 在本回当中啊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唐僧生病 但唐僧的病 岂止是病在身上啊 更是病在心上啊 在搭救了那个女子之后啊 唐僧的表现就奇奇怪怪的 自己生病啊 首先想到的不是坚持一下 而是让皇帝再派一个取经人 要将自己肩头的重担给放下来 第二奇怪的则是 唐僧总是询问这个女子 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 当听说孙悟空要去打妖怪的时候啊 唐僧也是百般劝阻不让前往 直到听说了和尚被杀 才勉强放行 依我看啊 恐怕这唐僧是动了烦心 想和这女子有些傻了吧 不过呢 我们也不必苛责唐僧 俗话说呢 行百里者半九十 在前进的路上 难免有些偷闲爱懒的想法 不过呢 只要能坚持到最后 终究还是个好同志的 那唐僧是否坚持到最后了呢 咱们呀 下回分解